中正國小學生一管弦樂作為開場 歡迎遠道而來的桃園國小師生們 布農族分布 縣市六鄉鎮 由於生活背景及地理環境種種因素而有所差異 透過這樣的交流 期望讓兩校學生了解彼此文化的差異 更懂得相互尊重與包容 中部 東部跟南部 其中布農族有五個社群 我們是郡社群 這邊是卓社群 我們是希望讓我們的小孩子知道說 這邊也有屬於布農族的 但是他們的語言還有腔調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是卓社群 所以也是布農族的 所以帶他們來認識這邊 兩校學生分別以傳統歌謠及舞蹈表演交流同樂 中正國小學校特色著重在布農族歌謠及棒裡球運動 兩校之間有許多相識之處 因此透過文化及球類運動的交流 切磋學習 大起友誼的橋樑並拓展視野 那麼也恰巧我們高雄市桃園國小 他們在棒球方面也列入了他們學校的一個特色 所以藉由我們布農族群的一個棒球跟歌謠的一個交流 讓我們兩校之間能夠拉近距離 進而看能不能締結為我們布農族的兄弟校 中正國小全校只有六十幾位學生 幾乎是全員投入 每個人至少要準備三到四個表演項目 兩校小朋友初見面時雖然彼此生疏 但經過表演節目和球類比賽的團體活動 讓小朋友互相認識與學習 深入了解一般 很開心啊 為什麼 可以認識一下 唱歌部分 我們五到六相網 高雄 台灣國小的比賽 我們本來要去參加 結果有失調我們就沒有過去 所以要趕他們過來 我們學校這裡就是交流這樣 不管是服裝還是歌聲都跟我們不一樣 就是比較有傳統的味道 可以跟他們學習 歌聲還有傳統還有舞蹈 難得來訪 兩校校長也互相致政感謝狀及紀念品 副議長排一拳祝福學童們都能有所掌握 透過交流活動拉近距離 締結兩校良好情意 民意新聞洪一輪 人愛鄉採訪報導 好 好 好